同意就好 这位是香港后角色 去年在我非常伤心的情况下 偶然从有线电视上看到 知恩报恩的节目 司徒在现身说法 从此每天都收看 如今我天天看到你的影蝶经书 这个佛法了 心中的悲伤 我再不空虚彷徨 我回头了 我有了依靠 这个很好 你是希望我要保重身体 因为还有许多像你一样的人 在等着你出现 希望他们也能像我一样 这个身体是要保重 不要任意糟蹋 但是也不要过分的重视 过分重视着 这往生有障碍 你要舍不得离开这个身 所以在佛法里是一切随缘 那么我们的生活有规律 饮食有戒指 这个样子就不容易生病 但是年岁大的 还是不年有问题 我在一般情况之下 跟我同年龄的人 大概我的身体都比他们要好一些 状况就好很多 我们的工作很简单 每天都是在将军上课 除了这个之外 我自己都建议念佛 过一个很规律 很简单纯的生活 旅人无增 你事无求 你来找我呢 没法子 是为大众的事情 我回去做 所以这过两天 我又要出门 大概要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回来 这一次去法国 去英国 去美国 那么都是为世界好平 现在就联合国 找我的时候 特别我们开一个会议 想共同合作 化解冲突 促进和平 这个是好事情 所以应该要去的 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都不愿意放下奖金 奖金这是我的本行 我从事有这个工作 应该要敬业 拼拼要干 所以我常常讲 我们每个人 在自己工作岗位上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跟其他各个行业密切地来合作 这个社会就是健康 这个社会就是美好的 自己做好方位 不要去干涉别人 要跟别人合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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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